我可以說一點 但是說得不太好 我覺得香港人的包容度其實好大 我都跟他們說 我是台灣人 我廣東話說得不好 不好介意 他們都OK 我多謝香港人給我的溫暖 令我一個台灣人 可以在這個城市生存到來 我是Channy 我是台灣來的 我是香港主座森林 我是在台灣待到我28歲 然後我在英國、法國、上海、北京 然後遊歷了一圈以後 才在香港定居了10年 因為我從小就是看香港的書 港劇、香港的電影長大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藝書的小書 裡面那種香港女性的那種獨立 香港女生的穿著 這個business woman的這種image 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那是我們在台灣很少會見到的 剛考上大學的那一年的暑假 我就自己安排了到香港做自助旅遊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是香港第一次上演歌劇魅影 所以我對香港的藝文發展 那時候是覺得好羨慕的 然後後來會發現說 其實那只是一部分的香港 那其實更多的香港 其實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譬如說我開的店鋪 我的房東、我的業主都很疼我 他們很像爸爸一樣 有時候就會傳我訊息說 你要加油喔 創業不容易喔 你要撐下去喔 我在跟他們在講話 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我就特別能感受到 香港所謂的 你們早年的那種獅子山的精神 那種在骨子裡面的堅強 然後很愛家的那種精神 然後你去跟這些老街方去聊天 這些老香港的情懷都還是存在的 只要用心的去發覺 用心的生活 用心的去體會 因為我很喜歡看美國的電視劇 有一個叫Glee的吉利合唱團 在香港呢 剛好就有這樣的合唱團 可以讓我參加 然後就開始唱歌 那一路呢 我們就從藏環的文娛中心 就唱到了美國的林肯中心 又唱到了美國的卡內基廳 那我覺得今天是香港 給了我一個這樣的機會 那香港剛好它的步調很快 所以我覺得在香港呢 好像是一個真正是 Somewhere I can belong to 的地方 所以我待了十年多 我都還沒有想要離開過